复理乡 复北国中 卓西乡 卓西国小 为了宣导交通安全 强化学子们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观念 减少交通事故意外 特别邀请到花莲县警察局 玉里分局交通组的承办人 前往实施交通安全宣导 复理乡 复北国中 卓西乡 卓西国小 为了宣导交通安全 强化学生们养成良好的交通安全观念 减少交通事故意外发生 特别邀请到了 玉里分局交通组承办人 钟晓明前往实施交通安全宣导 也为学生们说明大行车的死角 如何安全两段式开门 电动自行车并且宣导学生 容易忽略如何安全的过马路 行人应走行人穿越道 以及夜间应该着鲜艳或是反光的衣服 以提升学生对交通常识的认知 强化遵守交通安全的观念 交通教育是提升整体交通安全 最为重要的一环 交通宣导不只是行事宣导 更重要的是要落实观念的传达 玉里分局利用各种机会宣导交通安全观念 让民众体悟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也让民众了解警察取迹交通违规并不是扰民 也不是为了要凭绩效 是为了让大家快快乐乐出门 平平安安返家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